再来关注在保加利亚举行的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 在昨天晚上进行的男子5000米短道接力赛中 由奥运冠军五大竞领先的中国队 最后一次交接棒时出现了失误 韩国队抓住机会最后时刻成功超越 最终中国队与金牌失之交臂 摘得一枚金牌